好 剛剛大維哥跟我介紹 SD40的B3 這樣的一個動力的車型 那跟過去T2最主要的不同 就是引擎不一樣 從三缸變四缸 1.5的三缸 然後變成2.0的四缸的動力 那更重要的是這一顆 B3的動力 他另外加上48V的輔助 所以額外提供14P的這個馬力 所以我可以看到這個圖表上面 光是馬力的部分就增加不少 那以B3來講 他163P加14P 就可以達到相當於117P的 最大馬力輸出 那當然0-100加速也因此成長 他的秒數縮短 就來到8.6秒 可想而知 其實你上山下海開這樣子的一個動力 一定是更游刃有餘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麼 平均油耗 他也比T2好了一些 以T2來講 他每公升可以跑14.1公里 那如果到了B3的話 他就是可以成長到14.8公里 那這是額外的一個好處 那為什麼能夠達到這個 引擎他的排氣量比較大 可是他又更節能呢 其實在B3的部分 他有五大的動力系統 可以值得我們一提的 那第一個就是他的電器的進化 他這個是48V的 輕油電的鋁電池 他其實搭配CURS的 這個煞車動能回收系統 那最主要就是說 透過你在煞車的時候 把動能轉化成電能 為你的鋁電池充電 那也就是說可以減少 就是發電機運行 然後透過汽油燃燒 這部分去充電的這個可能性 因此能夠達到節能效益 那第二個呢 就是他的動力 也第一次運用了 CDA的氣缸鞋子技術 那氣缸鞋子技術在 其實很多廠牌應用之後 證明他真的是能夠大大的減少 你在等於說市區 比較低負載的時候的油耗 這個這個部分也是 有不少的功勞 那再來就是傳動的進化 傳動部分 像XC40 現在大部分都已經運用到了 Shift by Wire 就是所謂的線傳變速系統 那他跟一般的機械式的 這個變速系統有什麼不一樣呢 最主要就是減少他的傳輸動能的耗損 那這個 減少耗損能夠 讓你的檔位銜接更順 更順暢的之後 就能夠減少油耗的這個損失 那再來就是剎車的進化 剎車他也是採用線傳的 叫Break by Wire 線傳剎車系統 那因為我知道 傳統的這個所謂的剎車系統 就是一連串的機械的原理 跟動作而達成 比如說我踏盤踩下去之後 透過剎車被利器 推動剎車總棒 然後再利用油管 把剎車油去推動來令片的之後 然後去夾剎車 卡鉗夾剎車 那現在這一連串的 這個機械式的動作 現在都有 電子訊號來完成 那能夠達到更精準的效益之外 其實對於車廠來講 他能夠隨時去掌握 譬如說我今天改款之後 我這台車的 譬如說剎車的這個 壓力 應該要怎麼控制 或者是踏板的一個 踏回饋感 應該怎麼控制 這個比較好運用 也是增加了許多的安全性 因為他反應更快 那再來就是冷卻的進化 冷卻進化 就是透過兩套的水爆補循環系統 去把整體的引擎效率 去提升到最大的效益 那因為他冷卻更加了 也因此減少了油耗的消耗 所以種種這些進化 我們講說VOVO常常 在改款 所以好好外觀上看不出來 有什麼就新年式的更新上 看不出來有什麼 可是不斷的滾動式的更新 都是在滿滿的車內的好料裡面 來呈現 是 那我們講到剛才 就是VOVO這次新增了一個車型 應該說 把原本的T2給取消了 然後增加了這個B3的車型 那可是中間有一些黑科技 包含了他有48V的MIL HYBRID 甚至於加入了氣缸蠍子的這種黑科技 羅哥你怎麼看呢 氣缸蠍子 這個我想因為環保的要求逐年增加 越來越嚴格了 對 所以早期的時候 這種七缸蠍子 大概都會在六缸 甚至於八缸的車上 多缸數的 對 多缸數的車上 他的原理是怎樣 譬如說以八缸對不對 四缸四缸這樣 所以他就12345678 像以在賓氏AMG的這個車子來講 AMG 163的話 他就是4.0 V8 那他就會把23還有58缸 把它吸貨 就是在 他電腦控制 你可能在定速巡航 或是下坡滑行 等等的情況 你的引擎負荷比較小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剩下的氣缸就變成 兩個外側缸跟兩個內側缸 這樣也是可以達到相當平衡的情況 所以其實你要做氣缸鞋子 他在操作上面 是有很多的細節 你要掌握好 雖然他可以很容易的就把 這個 4000CC變成2000CC有沒有 那你噴油少了啊 那當然就 就比較省油啦 對 就比較省油 所以你看他那個163 非常猛爆的這麼大的引擎 他這個油耗平均一公升 還有11.2公里 對 所以可以做到這麼的節能 也算是相當厲害 而且高性能車 對 而且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他進入氣缸的蝎紙 每一台車子都有他的哲學量 就是說 我當然不可能在Sport模式 我要動力的時候 對 我要動力的時候 不可以 所以他的定義是 你在Comfort模式的時候 那我們就OK 舒舒服的開的時候 而且厲害的就是 他在切換 關掉四缸的時候 你完全沒感覺 你開起來絕對不會說 哎呦 我怎麼震動了一下 哎呀 我怎麼少了四缸 那就不用賣了 完全沒感覺 對 有感覺你就不用賣了 他就比較 他就比較平視了對不對 那同樣的 通常你在八缸裡面 剪掉四缸 那他還是有辦法做平衡 他還是一個V型架構嘛 對不對 所以他的那個 震動啊什麼的 還是可以控制得很好 哎 四缸呢 你要怎麼再扣 再剪呢 四缸變兩缸鞋子嗎 可以 照樣可以做得到 他存兩器哦 哎 那兩缸 像我重機的是雙缸啊 ok 雙缸是沒有問題的 雙缸 基本上你還是有辦法 運用平衡軸啊 或者是說你精確的控制 這個氣氛的時間 哎 還是有辦法做到 你感覺不出來的 這種震動 那Evovo的這個 MyHybrid的這個系統 四缸怎麼把它做 變成雙缸 就是在車輛穩定行駛 而且車速大概 70公里以內的時候 然後也類似在滑行 就是引擎的那個 負荷不重的時候 他就會 開啟這個氣缸 蝎子的技術 然後四缸就變兩缸 那你同樣也感受不太出來 可能儀表會提示你 我說啊OK 現在鞋鋼蝎子 這個 所以你只是雙缸 對 那兩千七一 你基本感覺不到對不對 你基本感覺不到 但是儀表都會 多半都會提醒你一下 所以他就可以這個 降低油耗啊 然後低碳排啊 所以我覺得這一部分 是滿厲害的 就是說 可以把這種四缸 把他的這個油耗再進一步的 這個再減少 變成兩千變一千啊 對不對 兩千七七排向變一千 所以你加上了48伏 一般我們看 很多車子加了新的48伏的 這個輕油電 就覺得很不錯啊 起步也可以增加十幾匹馬力 然後也不會有Turbo Lag 對不對 起步的那瞬間 馬達就幫你推 他的扭力也相當夠 所以就銜接的非常的好 然後呢 進一步還給你砍兩缸 的這種氣缸鞋子 那我覺得這個感覺 真的就是相當的不錯 這個真的要很有心啊 才做得出來